每年的9月23日是联合国订定的世界首语日 随着台湾首语越来越被重视 今年各地也有不少的活动 龙人协会就在世界首语日前夕 9月21、22日特地举办了两天的活动 透过首语市集、名人讲座、才艺表演 让民众看到首语的多元 同时也邀请到日本龙艺人中岛圆美 来分享他的竹梦之路 有龙人扮演的孙悟空与二郎神热闹开场 宣告9月21、22日将举办两天的世界首语日相关活动 活动的主题是龙城学艺趣 目的是希望在一个地方是龙人的城堡 有各式各样精彩的活动 活动将会有龙人的演出、专题讲座、首语市集以及闯关游戏 要展现首语的多元 同时也邀请到日本龙艺人 中岛圆美来分享他的竹梦之路 我是一名用手语唱歌跳舞的手语表演者 及用手语唱歌跳舞的偶像歌手 也参与各类型舞台剧的演出 要在各方面看见龙人的能力 9月23日世界首语日 世界龙人联盟WFD公布今年的主题是支持首语权 希望各国都能支持推广首语 这一次在国家语言分区论坛的其中一个议题 就是有谈到说当国家语言遇到 比如说遇到文学、遇到表演艺术 那其实我们的首语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当作一个艺术 那希望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国家语言发展会议本周末14、15日 是针对台湾首语的论坛 文化部邀请关心台湾首语的各界人士参与 从国家语言发展的论坛 到世界首语日活动 今秋9月看见台湾首语推动的成果与展望 记者欧佩君王新中台北报道